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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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若日后有机会 朕准许你出宫去探望你的父亲 谢皇上 惠子 以后有任何事尽管跟朕说 惠子只是不想因为一些小事劳烦皇上 免得烙下画笔 怎么 有人在背后议论呢 请皇上不要再问了 惠子真的没事 回皇上 惠子姑娘 不说兴许是心中有些事情不好开口 也罢 李公公 在 宣御医 给惠子姑娘看看 尽快医治 哲 惠子 惠子 有朕在 不会有任何人敢在你身上生事 你只管好生养病 不要想太多 朕过几日再来看望你 谢皇上 那你歇息吧 西岩惠子的事情 你怎么看 回皇上 依老奴看 西岩惠子是不太适应宫中的生活 加上以前身体又很虚弱 长期以来就病倒了 那你可曾听过 宫里有谁对她说过闲话 这倒没有听说过 可是四位姑娘当中 好像有人对西岩惠子不满 谁这么大胆 回皇上 这四个姑娘都是吉莫来的 一同选秀 一同进宫 为了得到皇上的恩典 勾心斗角是有的 说点闲话才所难免 太后的病情最近可有好转 回皇上 太后的病情没好转 正在后宫静养 这些太医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点小病都看不好 有他们何用 皇上息怒 皇太医说 太后的病情 有点蹊跷 蹊跷 这个那天呢 太后呢 正在那儿赏花 还不到半个时辰 突然就气喘不止 回到宫里 脸上出现了很大的红色斑点 起痒不病 皇太医给她诊脉 说卖相上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太后赏的 可是吉莫送来的乃东华 是的 当时四位姑娘 正在给太后 讲解品种和种植的经验 当时太后很高兴啊 这就怪了 这就怪了 太后跟四个女子一起的时候病倒 惠子从四个女子的房间出来也病倒 这二者之间似乎有什么联系 皇上 你的意思是 此事一定跟四个女子有关 叶公公 朕命你连夜去查这四个女子的房间 但要记住 行动一定要隐秘 不能提前掏脱半点风声 一定要给她们来个措手不及 这老奴这就去办 公公 你这是 奉皇上之命 前来搜查你们的房间 搜查什么呀 搜查罪证 罪证 李公公 我们刚进皇宫不久 还有好多规矩不知道 我们要是做错了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们 罪证吗 我们可担当不起 好了 玉儿 你不要说了 咱家也是给皇上办事 来人哪 给我搜 喳 玉儿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李公公 在玉儿床下搜到这张纸条 公公 发现这个在床底下 扎小人 扎小人 这是宫里明令尽止的巫骨之物 谁把她带进来的 回公公的话 那张床以前是西烟惠子住的 她是个日本人 谁知道她都会些什么呀 说不定啊 皇太后的病都是她咒出来的 这个小人我见过 明明就是在植凤仙的床上来着 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回李公公的话 你手上拿的那个小人 前几天 我明明在植凤仙的床上见过 你 你血口喷燃 这东西怎么能是我的呢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我还问你来着 你拿那个小人干什么 你对我说 你是做娃娃用的 你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证据 李公公 你再叫人仔细搜搜她的床吧 说不定 针线降火都在里面呢 顺喜 转 顺喜公公 你别动我的东西 你别动我的东西 顺喜公公 公公 池凤仙 还有什么话说 公公 那些东西不是我的 是他们陷害我的 是他们陷害我的 顺喜公公 你帮我说说话呀 不是我的 带走 哥 走 快走 快走 叶儿 少废话 叶儿 走 快走 叶儿 救我 池凤仙 你还是不说 民女无罪 求公公明察 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想抵赖 你给我说不说 小人真的不是我扎的 是陆小英嫉妒我 才这么说的 那些江湖 针线 还有纸 都不是我的 是他们陷害我 你说 卢小英陷害你 有证据吗 证据 我没有 还有月儿 月儿他也陷害我 既是如此 那我就一个一个的审 今儿个呢 你先来了 不能白来呀 那咱家就 先审审你吧 不要 我不要 这可就 由不得你了呀 池凤仙 看看这些个刑具 这个都是对那些嘴硬墙边的人所准备的 要不要挨个的来试试啊 公公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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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什么呀 上了大刑 如果你还说不是你所为 咱家自然会饶了你 只恐怕 那时候把你饶了 你也没命出去了 大刑伺候 招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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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仙姑娘 你要招什么呀 小人是我扎的 鱼儿 鱼儿床底下的纸条也是我写的 这可不是我逼着你呀 说吧 我是嫉妒吸烟惠子被皇上重新 我就想陷害他 所以我就扎小人 放在他床底下 那么 既然惠子和太后生病也跟你有关 不是 不是 我这是想陷害他们 他们 他们生病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大刑伺候 是 哎呀呀呀呀呀 瞧你这点出息 还想争宠 还想争宠 拖下去吧 这后宫之中呢 醉季争风吃醋 勾心斗角 你们去干自己的事吧 哎 李公公 李公公 请留步 月儿有事啊 公公 月儿想问一下 太后的病 有没有好一些啊 你问这个干嘛 你问这个干嘛 月儿只是觉得太后的病 可能跟赏花有关系 你怎么知道的 记得小的时候 我娘曾得过跟太后一模一样的病 娘也是在赏过花之后 脸上出现了疹子 呼吸急促 而且奇痒无比 怎么办呢 月儿家有一个偏方 就是拿花椒泡水 往脸上涂抹即可 既可以消痒 又可以去疹 平日里再多喝一些蜂蜜 慢慢就会好转的 哦 可是公里的御医 都诊断不出太后的病症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 既然现在无其他良方 不妨试一试啊 哦 好 那就试一试 小毛工 不 莫先生 有你姐的消息了 没有 我姐一走 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我在家待着烦的话 我这不来找你聊聊天吗 唉 坐吧 咱们两个孤独的人正好做个伴 聊点孤独的事吧 那我姐是不是 已经见到太后了 不 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 只要有华灵道长在 一切事情一定会有办法的 玉儿姑娘 玉儿姑娘 公公来了 玉儿给公公请 免了免了 玉儿姑娘 告诉你个好消息 太后的病好转了 真的呀 千真万确啊 以前呢 只知道玉儿姑娘 是个漂亮姑娘 是个美人胚子 真没想到你还有 如此妙手回春的本领啊 公公过奖了 玉儿其实什么都没做 你们这几个从寂寞来的姑娘 大家最看重的就是你 现在看来 大家的眼力不错呀 我已经在太后面前说了 这个治病的药方 是玉儿献出来的 太后听了很高兴啊 谢谢李公公 在太后面前替玉儿美颜 李公公 玉儿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但讲无妨啊 讲 李公公 池凤仙在内务府里怎么样 哎呀 内务府里 有几个好的呀 玉儿姑娘 起来起来 起来说话 起来说话 起来讲 李公公 玉儿想请你在太后面前求求情 把池凤仙给放了吧 玉儿姑娘 池凤仙加害你跟惠子姑娘 你不计较 李公公 池凤仙也是因为嫉妒 才做错了事 而且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慕之情 其实并没有对我和惠子造成什么伤害 还请李公公跟太后多美言几句 早一点把她给放了吧 她是个姑娘家 从小也没有吃过什么苦 这样待在内务府里 早晚会要了她的命的 好 你不计较 你不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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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给太后请安 免了 谢太后 皇上近日公务繁忙 特定老奴前来给太后请安 不知太后身体舒爽些了没有 你别说 玉儿这姑娘还真有办法 连御医都治不好的病 让她一个小小的偏方就给治好了 是的 玉儿姑娘确实是个好姑娘 不但人长得美 心理也善良 昨儿个呢 还在老奴跟前说 要给池凤仙求情 在太后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呢 池凤仙 不就是那个扎小人陷害她和西岩惠子的女人吗 正是 她现在正关在内务府的大牢里 玉儿替她求情 是啊 玉儿姑娘说 池凤仙是因为嫉妒才干了啥事 幸运的是 并没有人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伤害 不如放了池凤仙 再给她一次机会 还说啊 内务府不是女人呆的地儿啊 怕池凤仙受不了 这个玉儿竟有这等胸怀 能以德抱怨不计前嫌 这对于一个女子实属不易 令人感动 李公公 奴才在 放走池凤仙 老身要见见玉儿 赢 老奴 这就去吧 爹 王鹏龙的全完了 啊不哭不哭不哭啊 你怎么从宫里跑出来了 顺其做我的 顺其啊 行行行行 你先别哭啊 有什么事儿爹给你做主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 黄太后那个老公子 疯了你 天子脚下到处是耳目 让人听见 把你抓回去一刀砍了 坐坐坐 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你说 爹 黄太后把我给捏出来了 你 你肯定做错事儿了 我没有 等一下 很醉又 黄太后根本不让我见皇上 那个贤慧子反倒得宠 玉儿又忽媚皇上 他们都勾咬李洞鞭 不是好人心 他们捏我 行了 行了 这就是天意啊 你一定是在太后那胡说八道 才被太后把你给撵出来 你这是害了爹 也害了你自个儿啊 这下完来 那么大的功夫 全都白费了 这就是天意认命吧 这根本就不是天意 是他们害我的 是卢小英 是西岩慧子 是月儿 他们是坏人 好可爱的 好可爱的 行行行行行 别说了啊 他们对你不错了 没把你弄死就算不错 以后啊 你就老是在家待着吧 哪儿都不准再去了 你不错了 你不错了 过来 谢太后 月儿姑娘 前几日是你奉献了一个秘方 治好了老神的病 月儿只是误打误撞而已 民间自有奇妙的秘方啊 太后 你再咳嗽啊 月儿还有一个民间秘方 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那是什么秘方 古方说来听听 用指甲盖大小的明帆 再用老醋泡过 用膏药贴在脚底永泉的位置 三日可见好转 一冬即可痊愈 还有这样的方子 回头我让太医记下来 让他们去准备 老神倒想试试 月儿 刚来时 你说你曾是个跳大神的 是太后 那今天 能不能为老神跳一段 为老神区区病魔 太后 此乃皇宫圣地 月儿不敢 无妨 老神 倒想见识一下 你跳大神的功夫 也让老神开开心 月儿遵命 有大事要发生 千娘 赶紧进宫去找月儿 我怕池泽生病 一请天地动 汤汤 二请鬼神经 汤汤 三请毛老道 汤汤 四请江太公 汤汤 五请猪八戒 汤汤 六请苏孔 七请沙和尚 汤汤 八请士唐僧 汤汤 早请早到 晚请晚到 若请不到 铜锣相交 汤汤 京城挂风 汤汤 注意感冒 汤汤 家伙在一起 汤汤 又会是重要 汤汤 黎公公 奴才在 这个年轻女子 是何人啊 她叫月儿 是刚从吉莫 选秀进来的 养花十年 啊 月儿 她就是月儿 是啊 没想到这月儿 竟是这么一个姑娘 太后一笑 邀我除掉 好了好了 月儿姑娘 快歇歇吧 我看你也辛苦了 月儿不累 只要太后 能够早日康复 月儿 再累也值得 你是累得出了一身汗 我呢 是高兴的 也出了一身汗 老神是浑身通透 病也好多了 老神刚才 是不是没有咳嗽啊 回太后 没有咳嗽 嗯 这个月儿 很是有趣 待会儿把她带到养心殿 这 儿臣参见母后 叩见皇上 平身吧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没听见通报啊 儿臣来了一阵子 刚刚看到月儿姑娘 在陪母后玩耍 跳着大神 儿臣很是好奇 所以就没用打扰 老神也没发现 月儿姑娘这么可爱 又会种花 又会跳大神 还会民间米方 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既然母后这么欣赏月儿姑娘 不如就让她 多在宫中陪伴母后 太后 月儿姑娘 怕是归心似箭了吧 太后 你上次说 听完妾娘的故事 就放月儿回去的 说妾娘 妾娘还就到了 妾娘 没想到你也早到了 皇上吉祥 太后吉祥 我刚刚也是被月儿 跳大神所吸引 所以才未敢打扰 太后 妾娘正好在这里 妾娘 你快点跟太后说一说 什么时候给太后讲完故事 月儿姑娘 你就这么不喜欢待在宫中 陪伴太后吗 民女 你累了 回家之事 朕和母后商量商量 自会告诉我 退下吧 月儿知道了 月儿回去等消息 启离皇上 月儿姑娘带到了 皇上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李公公 你退下吧 喳 月儿 你可知道 你是前朝皇帝的女儿 也就是公主吗 月儿知道 那你知道 朱三太子案吗 月儿知道 那是一个假太子 利用太子的身份做坏事 可是我和我姐姐惠君 不是那种人 我们希望国太民安 你能有这种想法 朕心甚畏 朕有意将你留在宫中 你可愿意 月儿不配 月儿只是一个 粗鄙的女子 恕不得皇上 这种恩宠 你可不是什么 粗鄙女子 你是前朝皇帝的后裔 你是凤女 月儿是前朝皇帝的 后裔不错 可是月儿 早已流落民间多年 已经早已不是 什么金枝玉叶了 朕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不就是想尽快地离开宫中吗 莫非你的家里 有什么惦记着的人 辉皇上的话 在吉末确实有一个 月儿很在乎的人 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普普通通 不过 她把月儿当作唯一所爱的女人 月儿只想回去 陪她过安安稳稳平平凡凡的小日子 你就不怕朕杀了她 皇上要杀谁 一如翻斩 谁也挡不住 因为皇上是天子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子啊 你放心 朕不会杀她 但也不会轻易放你走 你就留在御花园养花吧 朕有耐心等你 道长 道长 回来了 你的预感真准 月儿果然不妙 怎么说 我进宫的时候 太后生病了 月儿在给太后挑大蛇驱魔 皇上也进了慈宁宫 她对身边的李公公 窃窃私语 我无意中听到 她对月儿好像很感兴趣 我怕皇上 对月儿有非分之想 那月儿怕是有危险啊 如果想走 定会辜负朴树林 如果不走 难免会忤逆皇上的意愿 皇上定会扣留月儿 或者将月儿直接处死 姓娘 给我去找李公公 就说我要见皇上 让她安排时间 好 快快快 启禀圣上 劳山太清宫 画林道长觐见 让她进来吧 遮 听到画林子 参见圣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坐 谢万岁 此次操办奈东花魁大赛 太后建华赏心悦目 你功德无量 皇恩浩荡 百姓拥戴 拼到只是尽力而为 华南转 你太久不进宫 有些拘谨了吧 皇上 能得皇上如此称赞 贫道 称皇称恐啊 这样吧 你不要把朕当成皇上 咱们就像兄弟一般的聊聊天 说说知心话 贫道不敢 朕恕你无罪 那就谢皇上了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 记得 你上次进京进言 羽宜天下者 必不是杀人 治天下者 以敬天爱民为本 长生不老者 以清心寡欲为要 人们都说 朕站得高看得远 朕认为 站得高是看得远 可站得低 却能看得清 道长常与黎民百姓在一起 听得多见得广 对朕可有何评说呀 贫道 岂敢 或言乱语啊 莫非你敢违抗朕的旨意 圣上的诚意 令平道 非常的感动 贫道 如果以诚相待 岂不是犯下欺君之罪 就是不知 圣上是想听悦耳的呢 还是想听刺耳的呢 在这朝堂之上 朕很难听到实话 你就大胆讲吧 那就实话实说了 嗯 听到来京之前 在吉莫县令 武安生那儿 见到了圣旨 说着 李公公啊 是想借 奈东花大赛之计 替圣上选秀女 没错 朕也听说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阻挠朕在吉莫选秀女 还出谋划策 让李公公看上了 玉儿和蒲淑林成婚 皇上 事情是这样的 玉儿和蒲淑林 早已经情投意合 就差过门成亲了 昌颖说得好啊 宁会十座庙 不悔家亲嘛 如果圣上 能够成全此段 美满会音 那岂不是 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吗 可朕现在看上了玉儿 要将她留在宫中 怎么 你要违背朕的意愿 皇上 贫道只是希望 皇上能够 不破坏这段 美满的姻缘 哼 华南轩 你好大的胆子呀 你敢跟朕这么说话 你不怕朕治你的罪 皇上不是说过 不治罪吗 朕是说过恕你无罪 可 皇上 请听贫道说完 破天之下皆为黄土 何况一个区区的女子呢 贫道是不忍心 天下的百姓 对皇上说三道四 说皇上为了自己的私欲 而治黎民百姓的幸福而不顾 还是那句话 治理天下者 以敬民爱民为本 反了你的华南轩 自朕亲政以来 还从未有人敢这样抵撞过朕 你太自以为是了 来人 将他押入天牢 来人 在 不用押 你倒自己去 哼 爹你可不知道 这才几日功夫 什么红烧鸡头 蜜汁鸡头 炖鸡头 煮鸡头 炸鸡头 五花八门 铺天盖地呀 你觉得哪家好啊 红云酒楼啊 正宗 之后感觉如何 爹 绝对不是吹牛 非常好吃 对了 还能补肾壮阳呢 还能补肾壮阳 真的呀 不信 你去吃一吃便知道了 这么说 所传之事不假呀 真的 爹 你可不知道 这几日 那些大官小官 你请我 我请你 酒楼热闹着呢 不 爹 你准备请哪位大人吃啊 你猜 猜不着 圣上 圣上 没想到 这京城的打击如此热闹 早就该出来走走看看了 太平盛世 郭泰民安 圣上 只够有方啊 哎 爱情啊 一路走来 朕发现 每一个酒楼都挂着 鸡头的招牌 怎么回事 回圣上 今日 京城的大小饭店和酒楼 盛传吃鸡头 说是鸡头有营养 常使啊 能年年益寿 捕身壮阳 胡扯 这鸡头乃是废弃之物 何来营养 太实啊 我也不相信 偷着 百闻不如一剑的心态去试一试 结果怎么样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不仅好吃 而且 却有强身剑体之功效 几天不去吃 还就想的 这眼下 京城的鸡头是异常火爆 一头难求啊 爱情 言过其实了吧 耳听是虚 眼见为实 圣上 你也不要腿认朕 全当玩耍 要不 咱们一起去看看热闹便之一样 行 朕今天心情愉悦 都依你了 圣上 红运酒楼 红烧蜜之鸡头 是最有名的 好 那就去红运酒楼 好 朕南爷 你次去红运酒楼 定一间雅间 不得胜张 好 爱情 走 走 花上席 花上席 各位大人请 刚刚听他们说 忠臣良民 是什么意思 圣上 这纯属儿戏 这鸡头里头有鸡脑 行死两个跪着的小人 这民间传言 说这两个小人 是金臣秦桧和秦桧的老婆 当官的吃了奸臣 他自然就是忠臣 简直是无稽之谈 吃鸡头 能吃出个忠臣了 天大的笑话 爱情 此风不可找 这 红运酒楼看家名菜 红烧秘制鸡头 各位客官慢用 感觉很特别 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一块吃 口味不错 什么事 慢慢品 越品越味道 上厂加油 顺其 把他们掌柜叫来 是 小二 你家掌柜的呢 掌柜的 正好掌柜的来了 迟也 顺其 你是这掌柜的 是啊 是啊 你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 我陪几位大人 过来吃蜜汁鸡头 几位大人想见见掌柜的 李公公来了 这个你就别打听了 持奉仙在吗 这些日子呀 朝廷大员来酒楼的人士 越来越多 他偶尔过来帮忙 赶紧叫他过来弹琴 说不定时来运转 小如羽昧 还请公公明示 屠哈就在屋里头 这还用明示吗 一品大员好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叫他过来弹琴 弹琴 对 开始 稍等 大人 酒楼掌柜到了 让他们进来吧 突吴哈大人 你能够在百忙之中光顾小店 真让小店蓬毙升会呀 今天呢 为了表达对各位的感激之情 就由小女池奉仙 为大家弹奉一曲 这个春江花月夜 大人 这位就是酒楼的掌柜的 掌柜的 掌柜的 你们这道蜜枝鸡头 是你们祖传的 还是创新的 是祖传 能将这鸡头 做得如此美味 实在是不可多得呀 谢谢大人夸奖 哈哈 春江潮水 连海平 海上明月 共潮生 艳艳随波 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人 这个人子就是出口成章 他好像比李扑书林还厉害 这这这谁呀 他就是当今圣上 執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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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了執掌柜 爹 爹 你怎么了啊 執掌柜 你这是怎么了 顺琪 爹怎么坐下 怎么回事 这執掌柜一高兴 他抽风了 你别吓我 没事 这不长眼的东西 早不抽忘不抽 偏偏这个时候抽 这怎么了 这难得太心意味 全让他给叫 回宫 你别吓我了爹 怎么了 哎 哎 顺琪公公 顺琪公公 哎 人的命啊天注定 快照顾你爹爹吧 哎 哎 哎 爹 哎 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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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 él 哎 哎 find 既然最终欺自己 倒入面一块 负人别太难 便宜不好战 该吃苦时要吃苦 生活才美满 生活才美满 爱你自有爱与父 爱与父 一难无常万世修 万世修 山河岛头中有梦 几头三尺有神秘 有神秘 爱你自有爱与父 别宠一大无常万世修 别宠 山河岛头中有梦 别宜啊 几头三尺有神秘 别宠